这宋代的禅宗就随便盖 想干啥干啥 这本禅宗也是 东中西塔 因为它塔存在了 如果那个塔也不存在了 就不弄东中西塔式 它就得弄中国龙式 那塔的存在 就是导致了它就还是这个布局 还是要遵从了宋经时代的布局 那你刚才说这个开元寺 这不是唐代的吗 唐代怎么也是东中西塔 就说唐代就是东中西塔 就是从唐代开始 但是咱们现在留下的少 宋代的留下的多 宋代就是沿用这个布局 因为唐代还有一种形式 就是塔院式 这两者都有 两者都有 到宋代就是发扬过大 基本上都是这种布局 当然人家禅宗另一个是一种布局 那宋代的禅宗就随便盖 想干啥干啥 反而这个殿堂和塔都不重要了 那什么重要的 就是 禅堂重要 啥 禅堂重要 禅堂 就是说这个坐禅 要比你这个拜佛要重要的多 因为他认为人人可以成佛 这就是选佛场嘛 坐禅就是 这马上就就成佛了 就不用再拜那个偶像的佛了 我就会